以赛亚书第十一章 我们一起来思考 世界大同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呢 世界大同是中国古代的理想世界 世界大同真的会发生吗 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呢 答案就在这一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 从耶稣的本必发一条 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 这个耶稣的本 这个本呢原文是墩 墩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一棵树 在靠近根部的地方 把它砍断之后 留下来的那一段呢 就成为墩 那这个耶稣的本 或是耶稣的墩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就是大魏的爸爸 所以耶稣的本呢 指的就是大魏的王朝 他就像是一个树干 但是呢 他会被砍断 然后留下来的那一小段呢 后来要发出一条 发出那一条 那一定会生出很多的枝子 也会结很多的果实 那当然呢 这地方所讲的那一条 指的就是弥赛亚了 所以弥赛亚后来 他会发出来 然后结很多的果实 那第二节 就继续的来预言 弥赛亚的一些特别的地方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所以弥赛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耶和华的灵 要住在他的身上 如果你记得的话呢 就是当耶稣受起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就是神的灵 圣灵像鸽子一样 降在他的身上 所以呢 耶稣在受洗 圣灵降在他身上之后 他就开始靠着圣灵来服侍了 那同样的 我们教会 我们他的门徒要服侍 也都是要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 住在我们的身上 那这样子的灵会 使弥赛亚能够有什么样的能力呢 让他有智慧 聪明 谋略 能力 知识 以及敬畏耶和华 所以只有这六样的 这个能力 会降在弥赛亚的身上 同时呢 我们有圣灵的人 也照样的会有 智慧 聪明 谋略 能力 和知识 以及敬畏耶和华 在我们的身上 那第三节就讲到说 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哇 这个敬畏耶和华为乐 他不是心里面 就是很恐慌 就像彼得看到耶稣 就跳到水里面逃走了 而是 他却是一方面敬畏神 另外一方面又以神为乐 那我们这个 真的是我们跟神 很重要的关系 我们知道他是如此的浩大 无穷无尽 他是神 是这个神圣的 但是呢 我们还是以他为乐 那另外呢 就讲到这个弥赛亚行审判 不凭眼见 断是非 也不凭耳闻 那不凭眼见 不凭耳闻 那他怎么样来做判断呢 第四节 却要以公义审判 贫穷人 以正直判断 世上的谦卑人 以口中的仗 击打世界 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 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 必当他斜下的带子 所以他不是凭着自己的眼见耳闻 来去做判断 乃是凭着公义 正直 以及权柄能力 来去做审判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理想世界 最后耶稣再来 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理想的世界来到 就是第六节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 豹子与山羊羔同卧 少壮狮子与牛犊 并肥畜同群 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牛必与熊同食 牛犊必与小熊同卧 狮子必吃草 与牛一样 吃奶的孩子 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 断奶的婴儿 必按手在毒蛇的血上 在我圣山的便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 这地方就讲到 这些凶猛的野兽呢 都不会再伤人 不再害物了 所以我们看到 当弥赛亚带下 他的国度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一片的祥和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理想世界呢 不仅是人跟人之间的大同事件 人跟这些野兽 所有的动物也都是达到和谐的地步 那是在什么时候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我们来看第九节后半段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当弥赛亚最终第二次来到地上 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 在末日之后呢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就带来了这样子的一个美好 和谐的世界 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 合而为一了 那这个呢 就是在弥赛亚来的时候 也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充满遍地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祷告 也要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就是让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然后呢 第十节到那日 耶稣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 外邦人必寻求他 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那耶稣的根这个地方 指的就是耶稣了 耶稣呢 他也是耶稣的根 是我们所有人的根 那他立作万民的大旗 在征战里面 他要征战当中 要有一个大旗 一个旌旗 让人能够看得见 所以呢 在末日的时候 耶稣再来的时候 外邦人必寻求他 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安息之所就是圣殿 当然指的呢 就是他的教会 是大有荣耀的 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 外邦人都要寻求他 教会呢 就大有荣耀了 好 那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 救回自己百姓中 所剩余的 就是在亚述 埃及巴特罗 古时以兰 士马 哈马 并众海岛 所剩下的 那这个第二次伸手 是指的呢 也就是 弥赛亚 再来的时候 要把他 在万邦万民当中 的这些百姓 也就是基督徒呢 都要招聚 在他的面前 那第一次 是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 索罗巴伯 在主前 五三六年左右 招聚以色列人 来归回 他们的国家 那 接下来 我们要来看 就是 在第十六节 为主 圣余圣的百姓 就是从亚述 圣下回来的 必有一条大道 如当日 以色列从埃及地 上来一样 所以 这地方就是 讲到 这些 前面一章 所讲到的 这个渔民 他们会从亚述 回来 那就好像 当初 这个 以色列人 他们从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是一样的 我们一起来 做个祷告 天父 我们感谢你 世界大同 不是只是一个 虚幻的 一个 梦想 事实上 你所预备的 比这个大同世界 更加的美好 乃是天上 地下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 合而为一 是和谐的 是能够和睦的 主啊 让我们真是 欢迎耶稣的 再来 并且 也要让人 能够认识 耶和华 让认识 耶和华的知识 充满遍地 好像水 充满 洋海一样 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